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谈谷论金 本节目由专业大宗商品品牌 银天下独家冠名 那今天我们说说什么呢 今天的整个市场没有等来预期的反弹 虽然前面调整了好几天 大家都在等这根反弹 那这根反弹没来还等来了一波下沙 为什么呢 昨天晚间有媒体说 保监会对于6000亿的万能险撤出A股 将有一个论断 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监管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 大家马上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一开盘就看出了这个杀伤力 但是静下心来午后仔细一看 说您解读错了 为什么呢 这个万能险的消息来自于保监会 保监会提到的是 五年动态性的慢慢的按比例撤出 而这6000亿的万能险涉及的公司 有多少家呢 在A股只有64家 所以今天有好多人在下午市场慢慢拉回的过程当中 在谴责说 哎哟 你看这就是有媒体误读了我们的政策 而今天市场下沙的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误读 误读能让市场那么大的下沙动力 市场一度下跌1% 我们也看出来了市场多么的弱不经风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万能险的事前前后后从举牌到现在 其实保监会的监管声音一直是有的 那对于万能险来说 在中国的比例只有31% 在美国有40% 保监会这次对万能险资金的一个重新考量 让他退出重新配置 那是因为怕我们的短线长头 有匹配负债当中出现一些误差 所以从保监会的角度来讲 我们保监会所管理的资金 重在保障 这是保监会本身的一个初衷 但是没想到这条消息 后面没把事说清楚 让大家一看 你昨天14天期的逆回购刚收了500亿 你把高送转的个股都问寻寒了 现在又把6000亿的万能险的钱 要退出来吐出来 所以大家都怕了 就在大家怕的时候 我们看到滬港通15天连续买入了将近150亿的筹码 也有人说这反弹明天真的该来了 我们等了太久了 这就是现在市场当中政策 包括市场本身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 发生在今天 当然今天我们也有一个调查 调整延续 您到底选择了什么样的操作 不管是误读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您今天的操作告诉我们 A 买了 B 抛了 C 拿着 还忍着呢 别忘了发给我们 好了 我们把今天的两位嘉宾和一位评论员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叶鹏飞 还有我们的乐俊伟 小乐 还有我们的评论员 魏宁海 三位晚上好 那刚才我们已经把今天的这个前前后后消息面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了介绍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消息具体是怎么说的 经营市场探底回升 户指早盘大幅低开并继续跳水 临近午盘开始止跌 午后震荡上行 跌幅收窄 报收3068.33点 下跌0.57% 创业版纸同样疲弱 早盘低开低走 午后震荡反弹 报收2180.66点 下跌0.53% 政策方面 今天发改委表示 针对创业创新成本高 融资难等突出问题 要研究完善扶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要深化创业版改革 推动重创空间和中小企业平台网络建设 提升服务双创能力 货币政策方面 近期央行上调了国库定存利率 并且重启了14天期逆回货操作 提高了银行间资金借贷成本 分析认为 在CPA数据偏低 全市场预期人民币将进一步宽松之际 央行此举向市场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即货币政策将继续文件 此举或意在意志宽松预期 给市场带来泡沫 板块方面 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布计协商会 会议指出 要加大推进居民区和单位充电桩建设 着力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 努力提高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效率 全面提升行业安全运行水平 话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盘面上 这么一杀一回 整个市场好像也看明白了 现在政策上的一些新动向 也看明白了调整了几天 今天留下那个长长的下影线 彭飞对短期市场怎么看 短期市场我觉得借助今天尾盘的一个皮 我想应该是明天的反弹应该是可期的 而且创业版的话 我感觉到这两天走的相对比主板要强一点 就这两天 那么这种强势的话 应该可能就是 这两天就整个有主板市场的一个回样 导致很多资金可能对这个举牌 在概念之外有所降温 同时又会对相关的一些成长类的股票 这个可能有所关注 就是说短期来看 调整应该是相对结束 和排除明天就会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明天就有高开的这个动作 应该是吧 但主板这个从这个开线来说不一定好说 但是就是说明天的整个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趋势 应该是可以说结束了调整状态 应该这样 今天我们看调查的时候说 是买了还是抛了还是拿着 我觉得这地方应该是拿着吧 至少我整个对整个的一个目前的行情来说 还是先持一种观点 就是说终极的一个行情的趋势和它的一个逻辑没有变 这个趋势是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说也是还是来自于一个这个行情启动的一个逻辑 逻辑就是说修复性行情 应该是从1月份开始2638之后的一个修复性行情 当然它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 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去展开这个1月份的一个大阴线的修复 我们现在来看 可能在这个几个月当中不断的有事件推动 不断有事件的干扰 导致它反反复复 但我们看整体的趋势 尤其像主板来看 是很明确的 是一直就是说是向上的 那创业版可能相对来说是在那个第一季度 可能反应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 但之后的后面的二季度 包括现在走的比主板要弱一点 但是作为我个人的判断 整个就是说市场的行情那个下半场还没开始 就是目前我当时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因为这个逻辑存在 就是整个的一个行情应该是说像之前 如果按照2638来为低点的话 应该是一个千点的行情 这整个的一个趋势和这个位置的暂时的不变 那么这块的话就说最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存在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上半场和下半场 那上半场我们现在到现在看 花了大概有七个月时间了 这七个月时间应该是走的比较 就是说很纠结 但这个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但我相信过了 如果我们简简单单把这个上半场下半场 换为上面前面五百点后面五百点 我相信后面五百点会走的会比较淋漓一点 那这个地方应该到三千二百点之前都会跑出这种 但是现在目标位 第一目标位已经把连线工过去了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说至少这个做多的这个格局 应该相对走的比较 应该进入一种加进 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无赖就是说创业版这块相对 说因为前期整个受到一个政策的监管 这块东西可能表现弱一点 但这块我觉得都不担心 就是说最关键还有一点就是说 像现在马上我觉得如果能反弹 很可能就进入一个下半场 那么这下半场我们唯一的要期待的 就是一个新的热点的一个行程 热点一会儿我们再说 我们听听小乐对后市行情的判断 趋势变了没有 今天这么一洗一拉 有人还说呢说在调整七天之后出利空 这是件好事 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 因为一直看这个节目的投资者应该知道 我是从今年开始就一路看多 非常乐观 那双周做节目的话 两周之前的话是三千点附近 那目前的话是在三零六零附近 指数也是涨了百分之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周的走势的话 做完节目之后就连拉两个大阳线 连拉两个大阳线之后的话 指数就在年线附近徘徊 那今天的话如果说没有受这个谣言的一个诱发的话 我相信今天应该会上攻的 只不过今天是虚惊了一场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指数 我认为大牌应该就是在三零三零到三一二零 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就是短期超短期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间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辟谣的消息 那所以说有可能明天多头会有一个再度发力的过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下午盘面的话 其实已经很清晰了 上午盘面几乎是没有风停的 下午盘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风停的个股和连续拉升的放量的个股 明显要比上午来之活跃 就说明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啊 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 已经开始了 做一波超天反弹 甚至做一波第二次春意盎蓝行情的一个准备了 这是目前我一个观点 那目前我们投资者的话要看一个信息 就是指数如果放量占我了295 占我了3050 甚至占我了3080和3100的一个整数关口 放量的话那第一就是攻击前面的一个新高 3140点第二的话就是攻击一月份的一个垄断真空位 3200甚至在九月份有可能上攻3250点和3380点 所以说目前的话如果说投资者的仓位还是偏轻的话 我建议明天应该会有一波抢筹的行情 因为今天的话有可能就是一步到位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盘面 现在的行情几乎都是一步到位的 我们可以看上两周两根大阳线 涨好之后所有人都认为缩量三天之后还会上升 但是他有可能就一步到位了 他今天往下打 打到3050 3040之后 有可能又是一步到位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的话 目前仓位轻的可以做一个抢筹 一个过程 抢大的还是抢小的 抢大的为主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一直看我节目的投资者应该知道 两个月之前我就说过 盘口现在你要关注一个变化 就是封石线封涨停的机构和油资的力量不足 涨到八点几九点几 量放出来之后就回调了 收盘就变成六点几五点几 现在我们知道了 哦原来是监管 不让它涨 但两个月之前我就说过 那现在的话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几个现象 如果这个现象改变了 就OK 为什么 我们就看前面杨老师说的 现在护港通已经连续流露了15个交易日 有100多亿的一个资金规模 我们可以看到护港通流露的话 它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大涨的时候 每天流露50个亿 昨天的话就流露了2到3个亿左右 那昨天的话应该是就跌了三个点 今天的话是有一个暴力洗盘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护港通却流露了5个亿 为什么呢 因为在3150回到3100点的时候 有可能它上去3150会有抛压 下来3050的话会有一个减筹码的过程 所以说很多大的资金啊 很多场外的一些资金的话 它是做一个观望的过程 如果下来的话它就减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打到3050的话 场外的一些逢低超级的资金是果断的减 不管你怎么样的跌 它都会减 就告诉我们一个信心 目前大盘是真跌不动了 而且大盘要跌 大篮球要跌吧 大篮球要往下吧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篮球 现在都趴在地上 都被低估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举牌的概念的一个龙头个股已经创立了6124的新高 这是不是预示着未来大盘的篮球股也会走出一波自己的独立的牛市 指数的牛市 中小板创业板不一定 中小板创业板一会的风险我们再谈 热点怎么形成一会再谈 我们听听我们的评论员老魏的观点 老魏刚才他们俩其实对趋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这个趋势还没有变 只不过是今天被误读干扰了 但是误读当中机构是在相对的低位进行了一些筹码的一个配置 他说有这个动作 如果有这个动作 你认可不认可这个位置算是咱互盘资金愿意出手的位置 相对就是比较安全的位置 你认可不认可 那么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受消息的影响 确实在上午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波的沙滴还是比较明显 可以说这个消息 也可以说是被阻力用来试盘也好 或者是你说洗盘也好 这个都是可以预见到的 那么其实从这个8月15号以来 咱们说这个创了3140高点之后 连续调整到昨天是第七天 今天应该第八天 对不对 他在第八天上玩了一个这个突然出消息 给你往下打一下 但我们看到很快下午就拉一根反拉拉起来 那么其实聪明的人都知道 他最后一跌的时候 他还往下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叫马师前提 就是跳空然后再往下一打 那么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把一部分人的筹码给洗掉了 那么其实聪明的人其实在下午就应该上车了 上午其实有一部分资金开始进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护股通的资金再往里面进呢 其实他们不怕吗 其实他们的嗅觉比我们更灵敏 那么从一个短期这个结果来看 两位说的都没错 这个反弹应该在明天是有出来了 一会儿我的这个明日抢先报里面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明天会有反弹 那么而中期的一个趋势呢 记住啊 这里一个因为他把3053的这个缺口给补掉了 那么这个缺口补掉 362就两个点的缺口 他补掉和不补啊 其实是在这个量能上啊 可能是有点差异 他补掉了以后呢 我们向上反弹的话 可能针对那个3140啊 可能会要吃力一点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啊 他过不去的话 他可能会在9月中旬啊 可能再做一个回踩动作 那么这个回踩动作以后呢 再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说新的一波行情会起来向上走 那么中间的这个调整啊 中间这个调整 他可能会延续是用周线级别的 就是咱们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 可能这个地方有一个啊 这个周线级别调整 那没有问题 你只要规避掉这个风险啊 这咱们说调整200点空间也好 150点也好 他打一下之后再起稳的话 他的大结构还是向上的 这个昨天我也阐明了我的观点 他的大结构也是啊 用震荡向上的一个趋势 咱们说到年底 咱们看那个高点应该说是啊 还是说3600啊或者3700啊 能够看得到这个位置 在现在他怎么震荡 也是为了将来的上涨 所以这个大前提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回来再问问他们两位啊 尤其是小乐看到整个下午 整个回拉过程当中 您也看到了啊 就是回拉过程当中 像券商啊 还有部分的一些就是 前期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个主力护盘的这个板块 它是慢慢的就是起来的 是比较明显啊 那是不是在回拉这个过程当中 他机构买了什么 我们要看清楚 他们买什么 咱们明天早上 如果今天没反应过来 明天能不能参与一下 鹏飞 我觉得机构买什么的话 他可能不一定在当天 做的这种决定 可能是一直以来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配置剪啊 对对对 就是你下来我就剪 对对对 我相信这地方 其实我们从6月份 7月份到现在8月份 我们其实大多数人 我相信对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 觉得第一个是很无赖的 第二个也觉得 这种状态相对也比较纠结的 但是我们其实真正的看 这个指数 它的底部是不断的抬高的 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 而且每次的一个 我们看到了 每次就说上去的时候 量是放大的 那就说他每次上个台阶 他是用资金把它推上去的 那就说这地方不败出 一定就说一直以来 都是有资金在吸筹码 它的配置筹码 但有点就是说 至于他吸什么 我们可以就说 从之前的一些 个股的一个动向 因为有资金推动 然后吸筹码之后 向上的话 他一定比一般的股票会强 有些股票可能就是很难不动 有些可能是护的 但有些是主动 主动进攻 或者主动的介入的股票 可能会累 所以说我们现在观察的 不是说 像今天 第一点是什么样的动作 怎么样的 哪些股票进入龙虎榜 这个暂时不用去 太多的关于一天的东西 我们看这一段时间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 他们的行为是一个逻辑 一个趋势的东西 那刚才我们说 等举牌之后有热点形成 举牌概念熄火 我们等热点形成 昨天ARVR有点冒头 题材类的个股有点响起来 但是今天这个消息一出 哗哗哗哗哗 打的就是一些 这个创业版当中 中小市之类的个股 大家当时看到 还挺吓人的 就是杀的过程当中 还挺吓人的 但是我看 现在有热点的迹象吗 有热点才慢慢形成的迹象 迹象能看出 其实现在这段 包括这两个月 相对来说市场 在监管的一个 这个当中 走的确实也 很多机构走的也比较纠结 就是说他们的一种 整个动作行为都比较纠结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包括像我们现在看的是 前段时间 这个举牌概念比较热 但这个热的话 好像是暂时放下了 这个所谓的成长股 去弄这一块 但又发现管理层这一块 可能在监管上面 又是有了一层 就是说干预 对吧 那么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对整个市场 做事的这些机构资金来说 还是比较 就是说不是那么能够 很痛快的 对吧 那我想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市场该怎么去弄 可能应该是说 很多资金是接下来 因为目前 我觉得要面临下半场 下半场一定是要出现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整个个市场都会出现一个活跃 就是说我们 你说什么板块都有补涨 会是补涨 对对对 很可能 因为现在其实这两个要观察下来 就是说 没有收到资金关注 就是说没怎么动 但它也跌不下去 就是这些股票 它也孕育着什么呢 就是说等待着你行情一旦来 我一定是涨的 它不会是跌的 那还有一块就是说 前面就是说 运作比较充分像这些成长的个股 对吧 包括板块 那很明显 只要你稍微这块松一点 它马上就有一个抬头 你聚焦什么板块呢 我聚焦的板块 更多的还是以第一个就是以科技的趋势为主的 就是像之前一直说的像智能化 像网络化和数字化 以这个为核心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 那包括像ARVR这块 它都属于这个网络化和智能化的一个体现当中 当然它这块也是一个能够 像我一直说的 它能颠覆整个一个互联网的 传统互联网的一个格局 那么这个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爆发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就说对这块的一个新科技化是非常的关注 因为包括这些大佬们也都关注这一块 对吧 那还有一块就是说 像我们产业资本 像为什么他们现在目前能够去举牌这些东西 就是产业资本对这块 现在目前很多东西 它从产业的一个博弈角度来说好 还是一个从产业的发展来好 他们觉得认可了这块东西 所以这个不妨也是我们去跟着他们眼光去关注的 说产业资本增持的你也可以看 对对对 科技类的也看 还有块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个性化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比方说像深港通这块未来会带来什么 那一定是具备稀缺性的东西 就是说可能比方说香港那边或者是国际视野这边 看到在国际就是说资本市场不具备的一些品种 像我们这边的传统的这些重要品种对吧 像我们一些传统的白酒 就是参加护港通的 对对对 那还有一块像这个军工 这也是就是说在港股那边都没有的一些标的 所以这块可能包括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说创业版 跟港股那边的一些创业版的个股比较起来 价格高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企业跟它那边的企业又不一样 因为你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大的环境突然不一样 第二个我们那个流通性也不一样 那就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存在它就是合理的 就是我们现在价格创业版的好像很多个股看起来价格是不低 对吧 但是我觉得它有它存在一个比较性 而且我发现这些股票很多的基本面确实它有很多的它的核心的东西 最主要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未来要找一些有核心竞争优势 结果刚才说这几块 全部都要具备这个东西 这才是未来的我们关注的重点 有核心竞争能力的 对对对 不管是小票大票都可以配置 对对对必须的 那重点的是就是在科技智能化 包括深港通配置 对对对 包括你刚才也提到的三个 对三个 还有一个什么科技一个深港通一个是 一个深港通一个就是深港通就是用个性化的东西 不单单是因为这个 还有就是说科技化的 一个趋势 一个趋势性 好来看看乐俊伟的 乐俊伟你今天带热点来吗 对有是这样的 说乐点之前我先说一下 就是说乐点的话 形成的话那大盘指数的话 它一定要到了一个变盘的关口 如果是正当行情的话 那乐点是很难形成的 所以前面的话我说了 今天我也带来了两张上增指数的图 给大家看一下目前上增指数是什么情况 我们请杨老师切一张六十分钟线 这张是吧 对我们可以看六十分钟线的话 目前是轨道的上行空间 和下行空间的话 空间是非常小的上下 就说明目前的话 下面的话是没有一个破位 而且下方是没有一个破位 现在的话就到了一个变盘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来说的话 而且下行的空间是非常小 所以目前投资者如果是重仓持股的话 可以安心的持股 小乐说了安心持股 是没有很大问题 那我们请杨老师切一张日线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指数的话是在三千一的一个区间 正当运行 虽然今天是破了一下支撑 三零五雷之后回收上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个支撑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本周的话是在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超会轻的投资者可以捡到非常廉价的筹码 等待明天和下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明天今天辟谣之后 明天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放量站稳三千一百点的一个挑战 而且来说的话 怎么跌下来应该怎么上去明天 很简单 所以来说的话 前面杨老师说了 那目前这个行情是这样的 大盘现在下去已经没有空间了 几乎是零空间 所以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选怎样的板块可以抢到这波反弹行情 是这样的 首先我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我一直看好的两个板块 一个是短线的虚拟现实 一个是券商 那今天我们先说一下虚拟现实 为什么看好虚拟现实很简单 第一点就是说一个数据 就是说全世界的话 现在VI的 VI是通过手机来的 那现在全世界的VI的一个使用机器的话 全世界是在一千七百万台左右 那我们中国的话是在五十五万台 但是我们中国的手机用户有多少呢 我们中国的手机用户有六亿 我们少说一点 虽然现在很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亨都在玩VI 我们少说一点 有百分之一的人玩VI 就是六百万 现在我们的VI的一个使用量是在五十五万台 那五十五万台对应着六百万台的话 那它的未来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 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 那现在VI虚拟现实的一些板块的话 一些个股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启动虽然受今天的影响 但是未来它还是会有启动 因为量已经进去了 今天都缩量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观点 是非常OK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VI的话 为什么来说VI是比较理想的人呢 如果说VI比较理想 它的发展规模和它的发展速度 是不是有增速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VI的话 其实它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管来说是很多的一个新媒体也好 还是国际的一个机构来好 目前的话都在一个持续购买VI 和持续的去资产重组啊等等去借并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拿举几个例子 就拿三星啊等等来说的话 三星的话目前已经是凭借它两年的积累 已经是做到了VI的一个第一块牌子 所以来说的话未来的话 不管来说是三星也好 还是等等的一个新媒体也好 都是做VI的比较好的一个契机 对投资者来说的话 目前指数是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你可以凡低的话 去吸纳一些VI的品种 是比较理想的 刚才提到就是其实昨天冒头也已经冒出来了 因为这类个股在前期其实上涨之后也出现一个下跌 就是虚拟现实是大概在今年年初多一点的时间 它这个二三月份的时候是有一个爆发 后来呢也是股价是遭到质疑吧 就是大家对这种题材 因为当时可能证监会对于跨界并购 就非常明确的题 传媒不行 虚拟现实不行 当时是有四个不行 还有电影好像 还有新媒体 就是非常明确 其中就包括虚拟现实 可能一下子就让 就压火了 压火了 对 但是它现在的话 昨天的话是有一个亮起来的 而且我们请杨老师切一张 虚拟现实的一个板块指数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看是哪张 虚拟现实的这个板块指数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现实的话 目前来说 它是在一个箱体的一个上方 而且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从底部起来之后 近期的量能的话 是上涨带量 下跌缩量的 就说明现在目前 虽然是在箱体的上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成交量 没有急剧的放大 没有放了很大 就说明目前机构 它是不需要解套所有人 有可能它自己都套在了 就像前面杨老师说的 一月份两月份的一个高点 为什么 就是有可能是有系统性的风险 导致它被迫的把筹码往下压 打压式的一个建仓 缩量在洗盘 目前又到了一个上工 它不需要很大的量去解套 解套我们的普通投资者 因为上面没有普通投资者 除非到了更高的高度 所以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板块的话 目前也是在一个启动支持 如果说有乐点的话 这个乐点是你选择的之一 那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现实 一张概念股的走势图 它是相对于VI的一个板块的话 它比VI板块明显走了好 它已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 而且进气放量也非常明显 对 放量比较明显 它有可能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的 一个斜的15度的 一个放量拉伸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今天没有踩到的 明天如果说大盘没有高开很多的话 回调可以去布局一下 虚拟现实的一个个股 这是我短期的一个个股 短期 你还有长期配置吗 对 长期的话是很简单 首先我投资者应该知道 就两个字 券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是非常看好后市的 那很简单 你看好行情肯定看好券商 对的 因为来说的话 你行情如果很OK 很理想的话 那什么板块能够带领指数上涨 那无非就是券商 对吧 所以说的话 券商的话 而且来说 虽然来说一季度二季度 它的营业收入都不是很理想 但是来说的话 我们做投资 做趋势的话 是要看它未来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券商 它三季度 四季度的话 它的营业收入的话 都要比一季度 二季度 来了理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12月份 11月份 有可能深港通 会有一个正式开通 开闸实施的一个过程 那对券商的营业收入是一个紧喷的一个效益 所以来说的话 券商的话 它有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拉升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14年的时候 券商是拉升的话 是由于护港通的一个开闸 那这一次 后面大家预期后面的行情很大 所以券商也先动了 对 券商的话 券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深港通的话 其实我觉得 应该要比护港通开闸的话 它的效果要更加好 因为它没有限额 这一次不是说了 没有那买入的限额吗 每日还有吧 每日还有 但是它没有那个高点的一个限额 所以来说的话 对很多的投资者 海外投资 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所以说对券商的一个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话 未来都是有一个阶段性增长 那会不会机构啊 油资啊 先去炒一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长期持有 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其实对于深港通开通之后 这资金是北上还是南下 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探讨的 但是这个深港通开了以后 谁最受益 那肯定是券商 它多了一块业务 那还有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 整个市场啊 对后市的预期有多高 就反映在券商的这个波动当中 但是今年也非常有意思 券商类的个股已经不像 2014年11月份 互港通之后的那波 两个星期我普涨 中信我也敢连续拉板 拉给你翻翻看 好像今年是一会儿西部啊 涨停一会儿第一创业是龙头 它可能整个的一个个性化 可能也是在不断的在发散当中 你刚才指的券商板块 是普遍的还是说有所指的 很简单 目前就像我们前面杨老师说的 目前的板块的话还有它板块里面的 个股的轮动是比较快的 那现在如果投资者选券商 记住一点 因为大盘目前在这个位置 是缺乏信心的 成交量没有出来 所以说如果你是机构 投资者你反问一下 你是机构你会去买 中信这么大的盘子吗 你肯定会买很小的券商的盘子 在目前这个成交量 如果说大盘突破了3300 甚至3500 甚至4000点 那这个时候我有可能转到中型的盘子 大盘如果突破4500 突破5000点 所有人都冲进股市了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大盘子 有可能就最后一步了 是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 那今天带来的板块是 券商板块是中长期的 那还有就是虚拟现实 是短期的市场关注 那刚才两位嘉宾也对热点 短期的关注方向 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 公民参考 那在这儿呢 我们来看看场外的嘉宾 他们对后期市场的一个判断 来 连线场外嘉宾 目前市场仍然在日线回踩过程中 结合三个指数 上阵中小板和创业板来看 创业板还在8月15号 K线之间震荡 而后期凤震荡重点操作 创业板中的超接题材品种 以分时回调买点为主 重点可选 电子超接信息 以及涨幅不大的高动转为主 今天大阪出现跳空放两下级走势 虽然今天尾板反弹 复制呢 守藏下银线 但是呢 由于明天是周短线 仍有惯性下风的动能 若明天再闯今日新地 这可能若想朝底 若明天受头脚小羊 这有待下周呢 再寻找更加的若长伏技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谈谷论金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的是股市聊聊八 不少的朋友呢 都等着说 在这个小板块当中 能学点技术面的这个知识 来 我们一起股市聊聊八 好 今天股市聊聊八呢 为您还给您带来的是切线 到底什么是切线 它在技术当中有哪些意义 怎么去看 怎么去用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银海 银海您好 好的 杨子 那么昨天呢 我讲的是均线啊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划线方法 那么其中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呢 叫切线理论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这个股市聊聊八 我将会系列的给大家这个来讲解啊 这个切线的这个如何运用 和这个分析 那么我们来先看第一张题板 那么今天的这个 我们先讲一个概念 什么是切线 什么是切线 那么切线技术呢 其实是所有股市技术当中啊 这个分析当中呢 它是最简单 记住啊 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技术 那么投资者呢 我们只要在这个走势图当中啊 画出一条趋势线 一条趋势线 那么就能够将股票的买卖点辨识清晰 就一条线啊 你就能看得非常清晰 那么这个切线技术呢 它蕴含了时空量价的四大要素 记住啊 它是时 时间 空间 量能 价格 时空量价的这个四大要素 那么直接反映了股价的这个变化的规律 记住这是切线的一个基础理论啊 我们再看第二页 好 那我们看一张图啊 这张图呢 其实大家也挺这个知道 就因为什么呢 它是创业版的这个月线图 那么为什么我把这张月线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呢 这里面就有一条线 是我画出来的切线 那么是怎么样画的呢 我们记住 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取一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 在584点 我记得是2013年的1月份 也就是2012年的12月1号那里开始啊 那么这里取一个点 那么我们要找一个第二个点 因为两点乘一线 对不对 两点乘一线 那么第二个点我们再选在哪里呢 选在2015年的那一波行情启动的拐点上 那么由第一个低点和第二个低点 好 我们连接出一条切线 这个呢 就叫一条切线 那么记住一点啊 向上的趋势的切线 它回踩的 如果我们这个指数啊 或者是你的股价回踩到这个切线上方的这个次数越多 表明呢 越有效 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创业版的这个月线这个切线 我们发现一次啊 两个点加一次 那么三个点 然后这里回踩四个点五个点 包括现在六个点 也就是六个点全部打在了这条切线上方或者切线附近 就从来没有什么跌破过啊 五到六次考验 这个切线一直保持到今天 也就是说2013年一直到现在 2013年三年多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把这根切线跌破 所以我们看到就每次打回到切线的位置 是不是也就是说再起稳的话 我们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呢就来了 所以呢 切线画出来就一目了然的就告诉我们啊 这里是有抵抗的 那么现在我们你只要学会啊 今天回去把这个切线 这个创业版的月线的切线你画好 你就看着这个月线现在是什么位置 那我测算一下 差不多在2050吧 那么也就是说2050不跌破 那么这条切线就一直保持着 这个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 这就叫切线的运用 那么今天我们只开了个头啊 明天我们继续 好 好的 谢谢您还给我们带来的切线战法 那希望大家在操作实战过程当中 能够合理的运用 好 说完了股市聊聊吧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微信连连看 那在这儿呢 要告诉大家 我们谈谷论今节目组呢 将在今晚八点整 开启第二期的牛伞精英论坛的招募 那这次活动呢 仍然是以小班的形式来展开的 名额非常的有限 主讲嘉宾 确光敏将给大家来讲一讲 如何在十分钟之内 完成每天的复盘 把那些MACD金叉 还有ENE触碰下轨 触碰下轨等符合条件的股票 给列出来 因为昨天也有人问了 说哎 那个技术啊 听懂了 但是运用过程当中 觉得要把3000多个个股都翻一遍 可能比较麻烦 那么确光敏呢 十分钟之内 哎 教你怎么去复盘 怎么去找这些符合技术的一些个股 另外呢 他还将给大家来讲解 期权策略 那就像今天 咱们是遇到了下跌的走势 可是如果您使用了期权 就可以把早前的盈利 先牢牢的锁住 不会因为今天的大跌而受到亏损了 好了 别忘了 今天八点钟 千万记得要登陆我们的 第一财经图书音像专营店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当然了 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 微信推送头条当中的链接 直接进入到招募页面 来进行报名 那在这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的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 我们的微信连连看 今天我们投票的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投票的题目是 调整延续 您选择了何种操作策略 A是买了 B是抛了 C是拿着还忍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整个的投票情况是 说买了的有23% 说抛了的20% 咱还忍着呢 有57% 当然了 对后视的看法 大家也是看法不一 短期多空 还是有一些争执的 烟波浩秒说 20天线埋伏了那么久 打不打MACD死差 KDG死差 打什么打 那明显是看空的 那春暖花开说 今天向下不缺口 指的是3050到3052 这个点 明天向上不缺口 看好后视 应该说这两条也代表了 现在我们对市场当中的 两种观点 好了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明日抢先报 老魏今天要说的内容 好 谈国论金 今天最后一个小板块 是我们的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今天误读政策之后 会不会有反弹 我们来听听 魏银海的技术讲解 银海 好 杨子 那么今天的这个大盘 我们说受政策影响 上午是向下 那么中午以后呢 开始逐步想清楚了 那么下午呢 又逐步回上来 那么今天盘面呢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是上证的这个日线图 那么五日均线呢 它继续向下行 这个五天均线 它还是向下 说明了短期的调整的趋势呢 它还在延续 那么中期的这个均线啊 我们说这个三十天等等 它是什么向上的啊 那这样的话 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反压 就是往上顶啊 这样的话 它的反弹的一个中期趋势还在 那么明天的重要支撑位置 刚好是今天达到了这个二十天线 这三零四一 明天我们再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能够在它顶得住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好 MACD的话呢 它的这个红柱啊 缩短啊 还在缩短 昨天就缩短啊 今天也是 那么说明它调整的这个结构呢 有延续性啊 延续性 那么KD界呢 它本来在高位死差之后 它已经要收口了 哎 今天被它这么一弄的话呢 这个开口啊 又再次的放开了啊 这是一个这个日线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六十分钟 好 那么上证的这个六十分钟图啊 上证六十分钟怎么说呢 短期的均线 也就是五天啊 等等 它啊 还是继续向下 那这个地方是还是继续向下压的啊 那么小时级别的调整的可能还会有 那么明天呢 可能会啊 上午第一个小时呢 它还会探一下啊 那么中期趋势呢 三十天等等 它是向上 这个趋势呢 没有改变啊 那关键的看什么呢 好 我们的MACD啊 这个绿柱啊 收缩 然后呢 再次的放大以后 再减弱啊 那说明呢 还有反弹的要求 它这个地方有反弹要求 那么KD节 已经出现 哎 昨天是底部的经叉 死叉 今天再经叉 那这样的话形成一个什么 风动的结构 什么风动呢 它就是死叉完了以后再经叉啊 这样的形成一个小的一个风动 然后呢 这就说明啊 有反弹的要求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业版的啊 日线图 那么创业版呢 不管是短期均线和长期均线都处于一个纠结状态啊 还是小箱体的一个一个盘整 但是呢 它的MACD啊 红柱放大再收缩啊 属于一个震荡结构 已经放大了 收缩啊 震荡结构 KD节呢 经叉形成风动之后再死叉啊 反弹遭遇破坏啊 等企稳反弹 它这里呢 需要有一个再次企稳的一个结构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它60分钟啊 所以为什么说创业版的60分钟 可能会先于主板来反弹 短期的均线继续保持一个向下啊 它这里有个压力 它做了一个圆弧 它向下的 那么中期呢 哎 保持向上 中期的还是保持向上 所以他们两个要交叉了 对不对 MACD 绿柱和指数形成短期的底背离 看到没有 第一波绿柱 第二波绿柱比第一波来的小 但是我们的股价创了个新低 这里呢 绿柱和股价已经形成了背离 好 关键还有什么 KD节同样 在形成底背离之后 那么又形成一个背离的一个结构了 它形成背离了 那么明天的反弹可能会有 但是呢 我们要看成交量的配合 一旦成交量起来的话 好 那么这个背离就有 这个背离的反弹就有了 那这是今天的盘面 那应该说明日抢签报 跟大家也是客观的 用我们所拿到的数据 做一些对未来的前瞻 好的 谢谢宁海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万能险今天六千亿 在市场当中批谣的事 我刚才看了一下 那我们的一些券商报告 马上就出炉了 对于万能险这个事 前前后后说的也比较详细 这个事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也说的比较详细 一会儿好像 乐俊伟会给大家说说 到底什么是万能险 这个万能险 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 这次的调整 到底冲击怎么样 对吧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请为宁海和小乐 跟大家聊聊 一会儿回来 好 这个时点 我们先进行本次节目的抽奖 屏幕滚动起来 好 停 恭喜手机尾数131的朋友 可以获得由飞科电器 所提供的精美礼品 刚才我们说 开篇提到六千亿万能险的事 之前姚老板一直拿 万能险的杠杆 一直在买万科 到底什么是万能险 我们正好在节目 最后一点时间 跟大家聊聊好吗 好的 那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万能险啥意思 其实万能险 听它的名字 它可以万能是不是 那这种险是什么 其实它还有个名字叫什么 叫头联险 也叫什么呢 也叫这个变额 也叫变额受险 因为它为什么呢 它这个险总是可以 我只要交付一定的 这个支付保险费用 然后呢 我可以任意的这个变动 我今天有钱我多交点 没钱我就少交点 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保险 但是呢 用在股市里面呢 做了一个长期的动作 所以呢 可能有可能会在这个上面 有一点变数 那么 其实在国外啊 其实在国外 这个保险资金啊 它是作为一个主力的品种 在市场里面 而我们这里呢 对于它的这个 对于它的这个解读啊 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 其实它是五年 把这个时间点看好 五年里面 对刚才也说了 对吧 咱们五年其实可以 大家以为 也许有两波优势 一两个月都要出掉呢 解读错了 以为明天就要出了 赶快抛 对不对 六十六十多家 对不对 六十四只 就立马就是要要出 这些个股就跌得最厉害 今天上午看 打的就是他们 这些个股打的最厉害 所以这些个股 其实有可能是挫杀的 等真正的反应过来以后 再慢慢的再修复回去 所以这个呢 作为万能险来说呢 可能是我们真的是 把这个问题解读错了 所以呢 洗一下也可以 洗洗更健康 也许它后面会走得会更好一点 刚才呢 也有人说说 如果我们在盘中 有这个保健会 或者是证监会出来啊 那可能这盘中的 一都就没有了 希望下次有类似误读的话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新闻单位啊 就是相关的这个监管机构啊 能够站出来说一声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样对市场的评论运行 是有好处的 对 当然了 好像有人买了 一下一洗 有人买了 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啊 是 因为这个动作 今天确实做的慢半排 其实管理层应该 一看到这个东西 马上就发文 那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昨天晚上出来的 对 昨天晚上出来的 其实昨天晚上 他应该再发一篇文 就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市场造成影响之后 大家反应过来 对反应过来 然后到下午收盘以后 再来一个 来解释一下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洗也洗过了 打也打过了 那么就看明天 是不是咱们能够修复上去 记住明天有个缺口 今天有个跳空缺口嘛 明天如果咱们反上去 把那个缺口补掉的话 那么还算好 就是绕一圈再回去 所以刚才有人说 今天是向下补缺口 希望明天向上补缺口 就是大家在等待了六七天 七八天以后 等这个反弹 等的这个心急 因为这两天的这个下杀 尤其是小票杀伤力 还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的情况 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包括你们刚才两位也提到了 说大票可以配置 小票小票好像就有点犹豫了 这也是这段时间 我们管理层的一个 就是指引你的方向 资金现在也在领会精神 也在如此这般的 在市场当中这么运行 好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我们谈谷论机 在今天晚上八点整 开启第二期 牛伞精英论坛招募活动的事 那别忘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58分 那还有两分多钟 那我们的第二期的 牛伞精英论坛 就要招募了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论坛 多学习 多进步 希望大家在市场当中 永远是赢家 好了 感谢我们的三位 我们明晚谈谷论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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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